现在已经满入了2022年的新年了 今天来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既熟悉有陌生 你们猜猜是哪里 新年下楼还不错吧 再来还有 有河果然不能夸呀 很担心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忘记一提 这个衣服还不错吧 乔乔是不是很适合穿这种西装 看到这里肯定很有容 我乔乔就这么冷这么包起来了 我来解释一下 乔乔有一点指尖炎了 我来包起来是为了把他舔和扣住 不知道你们看起来都是哪里没有 咱呢想一想估计你们也难得猜出来 那我就揭晓一下吧 这里是武汉大雪 在2022年这个新年一年 我们带乔乔来了 武汉大雪龙的沾一沾 哲利的雪拔气息 希望他能在心里一年 真理成为一名雪拔狗 看到哲利看起来是乌达了吧 这是乌达的一个牌坊 后面也有些朋友都看秋秋了 我在想这个时候 乌达人这么少 是不是雪拔们都不休息一刻了 不完呢 经过来包安大哥身边 也一直来看秋秋 估计满新银他了 秋秋开始加手了 秋秋开始加手了 秋秋滑了一圈 终于看到了好多人 爬上往人群滑河 这可不是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来了哦 今天该到了一个新银 在花坛边边秋秋也可以画滑板 这个花坛边很窄 窄到宋物底部 只能容纳一个滑板 和秋秋的椅子组 我也没有想到秋秋第一次滑 接着就成功了 你看老人的根脖觉得很生气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你们看小朋友都受不了了 觉得还生气了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的轮子是在左右摇摆 是这里的控制方向很厉害的 秋秋今天重上硬起了围观 他应该心满已经走了 好了今天九折九折三回